港牙那邊搞了一個非常之成功大型的會議 叫做Imagination 探討這個藝術文化和香港身份的未來 歡迎Loretta Loretta Lau Thank you 好 謝謝大家 我的中文不太好 所以我要看看我是不是先說一點廣東話 香港話先 多謝大家 我剛才因為那個劇 我們都預備了一段時間 然後我們的劇的人員還在 我其實很深深地給大家的努力所感動到 也都昨天其實我又遇到有很多香港人 他們其實現在就坐在這裏 他們可能明天或者後天就會回香港 我想你們都給他們一些掌聲 加油 香港加油 我剛才在說 其實昨天晚上我遇上了很多香港人 然後他們都 因為香港再沒有到六四的地方了 已經再沒有這個空間了 然後他們都來到這裡 但是明天或者後天其實 他們很有知會是要 他們都應該要回香港去 我對他們的勇敢自成建議 其實作為香港人真的很不簡單 我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我是一個藝術家 我也是一個前高中的老師 要走到這一步 要做到好像一個流亡的藝術家 這樣其實真的很不容易 但我想告訴大家 這一條路有很多人 其實跟我們一起走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已經看了 在中正廟裡面的一個展覽 如果你們有時間 其實展覽會去到13號 剛才我說 剛才我說 就是我們有個展覽 在中正廟裡面 其實裡面有很多很多的香港人 或者是曾經受過壓迫的台灣人 他們用自己的真心的盡力 去做這種展覽的作品 也很不容易 我都希望大家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進去中正廟裡面 那個展覽到13號 我其實今天見到大家 我是想跟大家說 我覺得你們很美 我覺得你們有心裡面美出來 你們都很漂亮 就是從這個台裡面去看到你們 這麼多的人 因為其實我們在做這個景格滿會的時候 也有一點害怕 我們會不會 其實今年是35週年了 然後會不會也不夠 就是很多人來到跟我們一起 去知道我們的故事 但是最後其實今天其實我們有 大概2000個人有來到 我們希望明年我們會有5000個人 謝謝大家 謝謝Loretta 謝謝 謝謝Loretta 好 下一位 就是重量級的藝術家 這個夫妻拍檔 林里林朗 相信大部分的香港人 有經歷過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 都有見過他們的藝術作品 親中媒體批評他們的作品 違反《國安法》 他們已經得到國家的認證 有些事情你們可能不知道 原來他們的畫 是中間分開一半 老公就畫左手邊那邊 然後老婆接力就畫右手邊那邊 現在在中正紀念堂裡面正在出 有時間去看一下 熱烈的掌聲 你可以用國語介紹一下 這是中文 這裡叫中文 我相信 林里林朗他們的畫筆 一定是可以達到 中國這個極權政體的 我們歡迎他們 請你掌聲歡迎 南美 南美 大家好 Lady first 對不起 我要先說幾句的廣東話 我今天真的哭了很多次 今天真的哭得很多 特別是剛才的首詩 我真的哭得很厲害 因為他當中有一句說話 原諒是令到當權者 是令到他們是一個最大的懲罰 因為他們一些的權者 是不會說sorry的人 我想他們應該是羞愧到他的地獄 好了 我們是林里林朗 我們是從香港來的畫家夫婦 2021年的時候 因為那個金鐘的媒體指控我們違反了國安法 可用醫術字名就宣傳港獨 那麼我們就要流亡到香港 所以這一次是我們流亡以後 第一次再回到亞洲的土地上 所以我們特別是感謝 今天的華人民主蘇源 跟Curita Loretta的邀請 我們的心情是非常激動的 其實六世的屠殺是我的政治啟蒙 我很記得那個時候我年紀很少了 有一天是1989年5月的時候 我的媽媽就帶我去那個遊行 那一天是8號風球 雨很大很大了 那麼我去了遊行以後 就差不多每一年也是職潰了 當時就在那個2020年的時候了 香港又因為有了國安法 那麼我就不可以再參加了 所以我們是特別的感謝台灣 給我們一個自由的空間 可以參加那個職潰 可以展覽那個畫作 你們要知道了 失去自由的人 會更加的珍視那個機會的 今年是六世的35週年 有些新的一代的年輕人 有可能會問 事情已經過了那麼多年了 為什麼我們還要去紀念 一件事情 會不會太遠了 中國的事是別人的事 不是台灣的事 不是香港人的事 為什麼我們還要去悼念呢 最後我要引用 米蘭坤德拉的一些說話的 年齡是最大的想像力 年齡是最大的想像力 很多人會覺得 想像力可能是一個天馬行空的 但是對藝術家來說 但是對藝術家來說 我們覺得想像力 就是一個最特實 最草精 最人心的 最原始的一個人心的共感 我常常說 傻在想 我們有沒有用我們的第一身的角度 第一身的心情去看了六世的史濫節 有沒有看那個時候他們的反抗的意志 有沒有用那個第一身的心情去想像 天安門母親他們的傷痛 如果說德國話就不會再覺得六世的事 或者六世的作品是太恐怖太遠了 我一定要說社會的真相比我們的化作更恐怖了 所以我真的希望我們可以有一個 待日有一個憐憫的心去了解當時發生的事 我們就可以繼續有一個勇氣了 如果別人哭我們也哭 就是有一個好像醫術是一個安慰藥了 那麼痛苦 受苦者的痛苦 也許會得到一個救贖 我想說就是突然想說就是我們 上年沒有回來亞洲 但是我們買機票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找機票的時候看到有一個選項 就是從香港轉機 然後我們突然想 我們不如我們在香港轉機 我們都瘋了 那時候我們就突然覺得好難受 因為我們坐飛機的時候其實有飛過香港 但是其實我們已經做好 我們已經習慣了 我們已經知道我們可能這一生 我們都不能回去香港 但是我想說就是今天晚上真的很感動 因為昨天前幾天都見過好多朋友 見到很多以前認識的朋友 因為這是我們畫畫而已 為什麼違反國安法這麼嚴重 我們常常說就是如果一幅畫 怎麼可能可以推翻一個政權 如果一幅畫可以推翻一個政權的話 那個政權一定很脆弱 所以有時候我跟自己講就是 不要這樣想 不要以為你這一生都不能回去香港 我們一定有機會可以回去香港 因為其實這個政權 其實他想我們害怕 但是最害怕的就是他們 因為他們殺人嘛 他每天都要用很多的方法去掩蓋 他自己做的罪行 所以我們有時候我們跟 好像以前 像香港的年輕人 本土派他們覺得 中國的事是外國人的 外國別國的事我們不用去管 但是我們常常跟他們講 就是 其實中共就是好像一隻鬼 你不去搞他 他還是會搞你嘛 所以逃到哪裡去 他都會搞你 其實在英國 都有很多很多 我們也碰到很多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所以都 這是你逼不過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勇敢起來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不害怕的時候 他一定會倒台 我們一定可以把他打倒 然後回到香港 我很想說 我很開心見到很多香港人 那 我是很掛念你們 所以我英國都是很多香港人 但是我尤其開心 因為這塊地方 是亞洲的地方 很多東西會令到我 我去到每一塊地方 我都會想起香港 因為見到很多香港的朋友 還有很多東西都跟香港 其實是很像 那我希望我們有一天 真的可以大家一起去 回香港 去報大見 拒絕為忘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